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语频道走入美国节目 我是子军 我们的节目请到了斯坦福大学胡飞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汉森教授Victor Hansen来做一个走入西方文明系列的专访 汉森教授他获得过总统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民奖章 是美国著名的经典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汉森教授说了美国如何在宗教信仰自由 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去取得平衡 最后他还提到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 在美国的发展和下滑 汉森教授说在六十多年前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 禁止公立学校要求学生做祈祷 另外在有些人的攻击下 宗教的仪式在美国也不断简化 那这个和美国文明文化的下滑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来听下汉森教授是怎样说的 是接下来拜托民 或為何我們想要 我現在說實際上 為何我們想要創造大藝術 如果我們不相信有任何東西 如果你說你能夠有名的 但你不會在身邊知道 河森教授說 美國的立國先年認為 人是應該相信我們可以超越生死 這個在聯邦文集和他們早期的寫作裡都有體現 他們的意思是 我們都認為人總有一死 但如果人沒有靈魂的話 那我們在75歲的時候 就不會再去種植葡萄 因為還來做什麼呢? 難道留給小孩子? 或是我們不會去創作一些偉大的藝術作品 因為對於個人來說已經是沒什麼意義了 即使是為了出名 但可能到出名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人世無福銷售了 這些都是從很實際的角度去說的 所以立國先年他們嘗試從科學的邏輯上面去說明 如果不相信有神有上帝 如果不相信人的靈魂是不滅的 而這種靈魂的永存是取決於這個人在世的時候在世間的行為 如果個人不是這樣想的話 那整個社會就會遭受災難 立國先年他們並沒有說 你必須去信神 否則就會怎樣怎樣 他們說的是 看回歷史 任何一個崇尚無神論 不可知論 或者有著殘酷的宗教的社會 都沒有成功過 他們覺得基督教就不同了 因為推崇超越生死這個靈魂 對社會是有好處的 可以形成一個社區 裡面的人都會告訴自己 我的心靈 我的靈魂 是獨立於我的身體的 當我病故 或者到了天定之年 或者是因為事故而過生的話 這個並不是一切的終結 而是另外一個生命的開始 這樣想的話 大家就不會太過擔心自己會變老 或者擔心自己有多少錢了 因為他知道 除了錢之外 還有其他很多有價值的東西 美國的立國先言認為 如果一個人是無神論者 就會對自己的年齡比較擔心 擔心自己不再年輕 很怕去面對死亡 那他可能就不會太過關心其他人了 而法國革命的理念就告訴大家 是啊 你們要去擔心這些的 因為你們相信的是科學反對迷信 他們的理論就是 我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神 我們只是信奉原因 但是我認為 寺者有所謂的正確 那當中社會沒有仁慌 或是信奉 或是信奉 你開始看見 連著 denken的動作 變化 變得更改變 寬敬敬 獨立,財運 在荒衛 經濟的 有關鍵 如果有太多錢 或是客氣 有太多力 會進入 但是漢森教授認為美國的立國先言 他們的理解才是對的 當一個社會的人 他們沒有那麼相信宗教信仰 或者相信神的時候 他們整體的行為就會隨之改變 變得就像萊馬人所說的 自我放縱嬌車淫淫 在整個古典學的歷史裡面 他發現一個共同的趨勢 如果個人擁有太多的錢財 或者太過空的話 他就會有麻煩 因為人對於性、食物、暴力、懶惰等等 他是沒辦法自我控制的 除非他由始至終都在努力地工作 而且沒有過多的錢財 漢森教授舉了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 在公元前27年到68年的時候 羅馬帝國的第一個皇朝 Julio Claudian 也就是羅馬帝國的建立者 穆太維和他的家族形成的皇朝 他們擁有太過多的財富 所以最後都腐敗了 這個教訓對於美國的立國先賢有很大的影響 他們一直都強調 尤其是傑伐信經常說 一個美國人的典範就是 他有一個農場 有自己的家庭 同時他有宗教信仰 每天起床他們就開始去吃牛奶 然後做些農場上面的工作 做到根皮力盡就過了一天 另外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就去市鎮去投票 這個就是立國先賢他們認為的理想的美國人生活了 立國先賢的理想並不是大家成為生活在大城市裏面的美國人 很有心計、很有錢 去冒險去體驗各種的習俗 夏森教授認為 如果美國的立國先賢現在還在世的話 他們去到舊金山或者洛杉磯的市中心 看到那裡的生活會覺得比較擔心 但是如果他們去到蒙大拿州、猶他州 或者是德州的郊區、賓州的西部等等 他們就會有這種感覺 嗯,對了,就是應該這樣生活 那裡是很穩定的社區 社區比較小 倫理之間的關係也都很親密 裡面的居民他們有宗教信仰 而且熱愛自由 但是在法國革命者看來 這些社區就太悶了 很單調、很保守、停滯不前 所以那些法國的印象派 探索者或者科學家 他們喜歡去城市 但是美國的立國先言 就更加喜歡農業主義和農民 我們可以從他們早期的一些著作裡面 看到這種思想 其中包括18到19世紀的法國裔美國作家 John D. Craver-Courer 在1782年發表的系列文章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美國農民的來信 這一系列文章描述的是 北美英國殖民地的後期 和當時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禮儀和習俗 它是一個虛構的英國紳士寫的十二封信 每一封信都涉及當時英國殖民地時期 美國生活的一個側面 這一部作品不單止在美國獲得了成功 而且在歐洲都很流行 出版了法國版本 這一部作品被認為是美國文學經典裡面的第一部作品 並且影響了以後的很多文學 還有法國政治思想家 社會歷史學家阿力西斯·托克維爾最出名的著作 Democracy in America 民主在美國 他在書中提到 住在農村的家庭 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 他們對美國來說很重要 這本書介紹了美國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 民主對於美國社會 以及美國人的影響等等 這本書是研究美國民主政治體制的經典著作 也是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經典之一 所以漢森教授認為 民眾對待宗教信仰的方式影響了美國社會的變化 I think we had it right at one time We weren't intrusive with religious thought But people sang music together in class Some of them were hymns Some of them that mentioned God Or in the morning somebody would offer A student would offer a prayer That was inspirational without trying to convert anybody And I went to a school that was primarily Hispanic So I was one of the few Protestants Everybody was Catholic But I never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I was forced to convert Everybody shared the same Bible The same songs I think it was a unifying experience And the idea of turn the other cheek And the whole sermon on the mount Ethical code was clearly within that school And now it's not 開心教授說 以前的做法是比較恰當的 大家對於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並沒有侵入性 他們可以一起在課堂上面唱詩 上午會有學生主動去做討告 他做的目的是要鼓舞大家 而不是說要去說服其他人 也都歸依基督教 開心教授說 在他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學校裡面主要是西班牙和墨西哥裔的學生 他們大多數都是天主教徒 而開心教授自己是新教徒 在學校裡面屬於少數 但是他說他從來都沒有感覺到 其他人要轉化他去信仰其他的宗教 他說雖然大家信的宗教不同 但是每一個人都是讀著同樣的聖經 唱著同樣的歌 他當時感受到的是一種團結的氛圍 以及在聖經裡面說的 人家打你左邊面 你要將右邊面伸過去 以及耶穌在山上發表的著名的登山補份 學森教授說 在那時候 這些道德理念 他都可以親身在學校裡面體驗得到 但是他說這種情況 現在就不再存在了 我們有 hyper-individualism 現在大家都覺得 自己的權利 承擔了 他們可以封任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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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森教授說 現在的美國是超級個人主義 每一個人都覺得 他自己個人的權利超越於憲法 他們擁有絕對的個人自由 可以起訴任何一個人 譬如說有個人 他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見到路邊動著一個十字架 他就說 嗯,這個冒犯了我 他要起訴把十字架拆掉 他打開電視機 看到有個新聞主播 在種族和性別方面 說話的時候不是十分平衡 他就說要去起訴這個主播 或者有誰在Twitter上發了一個推文 令他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他就要去追殺那個人 學森教授說 這一種不是我們立國先言想要的人 他們想要的是踏踏實實地去做事 都沒有時間去起訴其他人的人 漢森教授說美國變成這樣可能是從四十年前開始的 當時科技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美國人享受到了立國先言從來都沒有想像過的富裕和舒適的生活 這一期的節目 漢森教授跟我們解釋了立國先言對於信仰的態度 他們認為信仰會影響社會行為 如果民眾不相信人可以超越生死 那麼整個社會將會遭受災難 這一點在歷史上已經有前車之鑑 我們還知道了立國先言的眼裡 理想的美國人的生活 有點像我們中國人反撲歸增的田園生活 不知道觀眾朋友你們享不享望這樣的生活呢 另外漢森教授也都比較擔心 他說不知道我們現在見到的超級個人主義 和無限制的自由化 會將美國帶到哪個地方 在最後漢森教授提到了 大概四十年前 也就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科技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大家的生活過得非常之富裕舒適 但是美國的社會就開始發生一些轉變了 我們都知道 美國在科技方面是非常之強大的 那麼高科技的發展 對於美國的立國基礎 也就是西方的文明文化 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下一期我們再談這個話題 好了 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非常之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欄目 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 我是芷君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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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苞